憑著一身肌肉上位的郭子豪 本身應該男女通殺 但今個月27號凌晨 他就涉嫌醉酒駕駛被捕 醉酒駕駛本身已經不好 更糟糕的是 早前我們聯絡他的時候 他就說自己整晚都在家 說醉酒駕駛的人不是他 但後來他又承認醉駕 只當時思想混亂才沒有想清楚就回答 那豈不是說你之前說謊 現在一天他去到清水灣為劇集 法政先鋒4開工的時候 郭子豪就在譚俊賢的陪伴之下 緊住煙地認錯 我做了一個很愚蠢的決定 就很珍惜自己的生命 都很想做這個機會 尤其是我媽媽說 說不要扭好我 對不起我指錯你 我會少一點人回去 但在這一行 一兩本應酬 再上難免 都希望大家見諒 未時都會注意一點 小心一點 絕對會 我會將兩件事一定分開 因為我的班主任 只要WhatsApp 和泰花學學 原來以前的教育 是叫我做人要勇敢 原來Apply to 勇敢去站出來 適應自己的錯誤 是應該的 我也知道有些記者朋友 問了我身邊的同事 包括馬拉鍾先生 陳文芝小姐 我和F4的組合成員 張延博先生 何美先生 羅天先生 我都應該顧及其他三位成員的形象 這個組合的聲譽 都覺得很對不起 既然你誠心誠意地知錯 希望大家都給他一個機會去改過 但真的要謹記 走後駕駛害己害人 字幕志愿描述